我們還是尊重檢調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就是配合 昨天下午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檢調在那邊 是把這些資料卷種等等帶過去 尊重司法 司法破壞 這兩個關鍵字我們太熟悉了吧 我們有一個語音投票 讓大家來做論評 夏朗怎麼看 我...我...我們... 這剛剛就在講說 為什麼字字無啦 口才變幾哈 蔡英文的綽號 從今天開始改了 以前大家叫它空心菜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就是 它到底是空心菜還是蝦仔菜 蝦仔菜什麼意思 A菜啦 A菜 那到底是哪一個兵 並不曉得 當然現在到冬天的時候 空心菜是沒時間了 因為吃火鍋的關係 蝦仔菜就是同好嘛 那比較比較時間 當然最後就是說 蔡英文在這個議題上面來講 我跟中信中的立場一致 就目前所呈現出來的資料 跟故事的完整性是不夠的 所以從一個長時間會去判斷案情的 一個媒體人的角度來講 不管我的立場是藍或者是綠 我也沒有辦法就現有的素材 我說蔡英文是有設弊案 或者沒有設弊案 我都沒有辦法講 但是從一開始 我根本就不理會就是說 你經濟會的那個時間設定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那裡面聽起來很怪 但是我一開始 我就只在乎一個點 而這個點是最原始的點 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人可以給合理的解釋 一定要蔡英文自己講 就是我只在乎 為什麼你三月批的公文 五月卸下來 九八月份的時候 你接下了那個董事長 你接董事長明明知道 那個案子是你批准的 而且是已經充分授權 你台版定案的案子 而你接的那個案子 接的那個案子 你說因為印科技大佬 印生技產業的大佬 包括翁喜慧何大一等人 在你家裡面吃飯 然後呢 然後勾勾講你半天 然後呢你勉為其難的答應 然後把你的家族資金也引進來 似乎說了一個故事 雖然不是直接來自於蔡英文之口 但是我認為這個故事 沒有辦法去說服我 我只能夠講就是說 如果說我是當初三月份 做決策拍板的那個人 我是非常核心的決策的成員 就是我頂多背後蘇貞昌簽了個名 其實主要是我跟何美月兩個人 就把這整個案子就搞定了 搞定了之後 我五月雖然不在我預期當中 我會卸任 但是我卸下來之後 我八月份要接這個案子 我老實說不要說是翁喜慧 不要說是何大一 不要說在場聽說還包括了 他當天邀的還包括了張忠謀等人 在他家裡面吃飯 不要說是這些大佬 天王老子來求我 我也不會答應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利益迴避的問題 不要說我去接那個董事長 我自己覺得已經有心虛 更何況我還把我的家族資金引進來 你在場都還有張忠謀 還有聽說顏凱泰等等這些人 你說要去籌你家族資金的那一筆錢 會籌不到 打死我都不信 就算說你說真的籌籌不到 老實說生技產業如果真的是 缺那一筆小錢的話 那這個產業真的也不用搞了 我的我的核心信念就是說 當我經過了這個過程 我三個月之前我在政府體系裡面 扮演這個核心的決策的角色 三個月之後天王老子來求我 我都不敢去接那個案子 如果你秉持這個信念 你懂得利益迴避 今天什麼事情都沒有 宇昌生技的陳宇拜 我樂觀其成看宇昌成 今天我談宇昌 我一再強調我的先決條件是 我希望宇昌成功 我希望宇昌可以做得像 兩年之前被民進黨修理的 體無完覆的國光生技 今天一樣好 我希望 但是如果沒有 我也不會去怪你蔡英文 或者怪你民進黨說你操作不好 因為這個產業的發展 本來就是生技產業是要雙十 就是你要有十年以上的計劃 你要有十億美金以上的考量 你要那具備這兩個條件之後 你才有可能在 花這麼多的精神 雙十條件都具備 都不見得能夠在 花十億美金十年之後 做出一顆 可以賣到市場上面的好藥丸 都不一定 但是今天我們在談到司法問題的時候 是說 我們馬英九在陳映柱事件的時候 也告啊 對馬英九 馬英九告了 馬英九等了三天 在當時馬英九是說 我給你三天的時間 請你 請你說明 請你道歉 因為你的資料 已經超過了一週刊報道的範圍 給你三天的時間 三天他們不理 而且擺出姿態說 你告我啊 你告我啊 那沒辦法我只好我只好告了 但是劉毅如的情況不是這個樣子喔 劉毅如說你沒有給他任何的 任何錢 劉毅如當他發現有錯誤 他第二天他就道歉了 他也沒有跟你硬硬拗啊 沒有關係 但是你說雖然你道歉 我還是要告你 那個是你的權利 我尊重你 但是把陳映柱事件當中 馬英九為什麼要去告民進黨 跟今天民進黨在這個案子當中 為什麼要去告 告劉毅如之間 我覺得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你給人家的就是說 道歉的空間是不一樣的 雖然在所造成傷害效果 你也許認為講說 不管怎麼樣傷害已經造成 這個我同意 我說法律上面來講 這是民進黨的權利 要告就告 但是這兩者之間 還是有一些不同 那為什麼要告 我認為在這個時候 告跟不告 都還是基於選情當中的利弊的算計啦 就是說在選舉的這個時刻 告基本上面 他當然有可能激化選情 他的先決條件說 這個案子既然好不容易 你就是說藍軍犯了這麼大的 一個烏龍事件之後 我當然繼續跟你死亂打 你藍軍想脫困都沒有這麼容易 固然我也認為 如果蔡英文真的能夠做到 像剛剛輝文講的 或者說像韻鵬講的 那種的高度的話 那我覺得他的政治效應 就非常的驚人 他所能夠呈現出來的 那種對比的關係 跟在視聽上面的效果 是極為恐怖的 但是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那個是氣度 跟他對選情思考的關鍵 好 劉業如主委 為這個3月8月已經道歉 當然也是被告 蔡定宜夫人 他也收回話了 也是歉意的 說我11億搬到家裡 那其實蝦榮兄講的 我是有些觀念 我是同意就是說 其實我也說給民進黨朋友聽 就是因為從行政院副院長 轉到董事長 包括家族資金進出 光這兩點其實是利益迴避的 也沒有是弊案 我這個是結論 這是有特等主來做終結 我不做弊案與否 但是這兩點利益迴避 在我認為坦白講是 蔡主委本能解釋 你說找運盆解釋 找任何解釋 都是局部的啦 都是二手的 為什麼呢 我再舉個最鮮薄的例子 柯林頓總統 總統大選前雷千天記得 白水案 被指控 夫婦炒作土地 攤出來攤攤攤 連起訴都沒有 所以這個程序是要 因為你選總統 一定要避免這個事 其實報告令的例子 陳友豪我講過 陳友豪把證據 單據全部拿出來 岳陽臨憲 大家相信選擇 陳友豪而不是陳水扁 這兩個事 我說給蔡主委聽 因為你要選總統 要被檢驗的喔 要展現責任感 你信不信任我 當然要做 我稍微 我不是指證你空心菜 因為每次講空心菜 林秋山教授打電話跟我 我講他說 他北韓激放的時候 他把空心菜引進北韓 在北韓冬天 林夏還可以種植空心菜 是 野菜 同好啊 當鵝啦 當鵝啦 你等一下唱當鵝啦 當鵝要當鵝 也不要用野菜來 污名化路客啦 當鵝啦 回到這個輝文 我想這個你也是司法專家啦 沒有不敢 雖然你沒有律師證照 我看也半個啦 沒有不敢不敢 談一下過去也如此啊 新票案啦 我這細節不講 新票案如此 馬總統也如此 換句話說 不要說他們兩位啦 我舉三個總統 李登輝到陳水扁到馬英九 統統有被調查 都被起訴 那結果不一樣 有人在牢中 有人現在躺在家裡 大家養病 有人現在做總統 說幾乎都被檢驗過 所以也不是針對蔡英文啦 坦白講 我們都還沒有這個榮譽耶 對不對 你選總統就被 祖宗八代全部都查了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比起 三個前任總統 包括現任黨 以及這個新票案 你覺得特朗祖的動作 你自己做的論評好嗎 對 這個 鍾欣兄很了解這個 貶案的來龍去脈 當初很多人在陳聰明總長 已經開始在辦案的時候 對陳聰明總長的批評 就是說你貶案辦得不夠積極 很多地方沒有查 所以大家就炮火猛烈 把陳聰明總長給請下來了 那換了黃世民總長呢 上台一年多啊 批岸監督是零啊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 用同樣的標準啊 也請黃世民總長 你也下台了 你如果 你如果辦沒有一個屁出來 你什麼都沒辦啊 不是說都移送 批岸 我真正的批岸 還沒有完全移送法院啊 那時候我們認為有很多疑點 包括黃芳燕啊那些 陳聰明都條過人過 那黃世民也一樣條過人過 大家有沒有用同樣的標準 其實是沒有 周英雄剛剛提到這個 總統級的弊案 其實陳宏達主任啊 他講的講去 只講四個字而已啊 叫做無可奉告 他還有講什麼嗎 各位還有看他講什麼 所以大家喔 只要看到這種 其實都是我們的作文比賽啦 當我們開頭講什麼 據了解 據指出 據透露 不排除 檢調 表示什麼 懷疑 研判什麼 那都我自己寫的啦 就問沒有 問沒有 問沒有 總不能寫兩百字 兩百字被打死啊 你好歹 我給大家看一個例子齁 這個就很清楚了 對 那邊有一個 你看 這標題齁 這麼大 標題這麼大 然後這邊還有圖齁 那這個表格就等於是 就塞版面了 你真正陳宏達講的 就無可奉告而已 後面這什麼 據了解啦 據了解啦 下面這半段根本就是 我們自己想的嘛 就想當人耳嘛 那陳其邁跟莊瑞熊這些人 就把說 這個你看特徵族 未審先判啊 一調券就研判說什麼之間 我跟你講這些人都是內行人 莊瑞熊是台大法律系 他是律師 你怎麼看不懂呢 但我還是要講一下莊瑞熊 很快就講完了齁 所以陳宏達他只講無可奉告 請大家不要再這個 以而傳的齁 莊瑞熊講 他說啊 中國時報 中平社 中央社 都陸續出現某位黨政高層 阿白白阿 這黨政高層到底在幹嘛齁 他還講 他說喔 這個黨政高層啊 到底在幹嘛 到底是誰齁 莊瑞熊不敢點名齁 所以我就看不起莊瑞熊這樣 因為五天之前啊 有一位這個啊 也是民進黨派人家梁文傑 他說喔 中國時報報導 國民黨黨政人士說 宇昌案這把火 終於燒起來了 梁文傑是有點名的耶 梁文傑公開講說啊 這位黨政人士啊 就是金服衝啊 所以 莊瑞熊 你被你的後輩啊 扣超過了 人家都敢點名金服衝 你莊瑞熊 東著西著 對不對 被告啊 被告了 所以嘛 所以梁文傑 梁文傑你講了 你就要負責任嘛 不然你就不要說嘛 那莊瑞熊我想請問你說 你講的人跟 梁文傑講的人 是不是同一個人 如果照中國時報引述那段的話 其實應該是同一個人 其實特政組到目前為止 除了無可奉告或者說 不該說就不說 其實到為止啊 但是媒體做蠻大的 我想起台灣屬於說啊 一顆肉煮一碗湯 其實我講一下 無可奉告故事 你不要認為無可奉告沒事啊 當那個薩科吉總統秘密 跟布魯尼結婚的時候啊 每個記者都到總統不說 你有沒有結婚 薩科吉的發言人說 無可奉告 後來記者受不了 請你針對無可奉告做奉告 休息一下回來 我要請掉這個運盆啊 你這個無可奉告的鎖屏 我沒有馬上回來